李勇病逝,明星纷纷悼念,冯小刚和崔永远也在网络上发声。 李勇去世了,原因是患癌17个月,抗癌没有成功。 患癌17去定居美国治疗,却遭到网友的不解谩骂,他也没有做任何辩解,知道去世四天后后事都办好了,他爱人哈文才通过微博向广大网友报丧。 如此低调的一个人让人动容,李勇去世也让网友们见识到了李勇的好人缘。 张子怡等娱乐圈大腕明星纷纷发布表示悼念,和久老师为代表的名人们还发起非常六一手势的特殊方式表达悼念。 更有圈内被他提携棒扶过的后辈比如李玉刚等也在微博深情表达了自己的感激与不舍之情。 王小飞这样飞娱乐圈人士也在微博发了道文。 还有许许多多的普通网友知名不知名人士都用自己的方式对李勇表达了悼念之情。 在这么多的悼念声中不得不提一下冯小刚导演。 冯导经历了手机二风波后鲜少发声或在微博露面。 如今李勇去世,他却在微博发散文爱道。 而他还细心在微博提醒哈文,办好了李勇的后事后好好些一些。 作为著名的主持人,突然辞世,一定少不了同行们的追悼。 董浩就在微博发文表示对于李勇的病师感到恶婉痛悉。 董浩还回忆了他初见李勇时的情景,称李勇机智幽默,是一个好人才子。 其他节目主持人也纷纷发博悼念李勇,让人开叹同事有时候被亲戚开亲。 而最让人关注的是,同事中央电视台知名主持人的崔勇一元也通过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发声,表示李勇的去世让他很意外,并说这么年轻,太突然了。 。 李勇走好。